好 再來我們看第二題 它說如圖直角三角形ABC中角B是90度 那麽以致這個AED會等於ACB 且AE會等於CE 如果線段AB等於10 線段AC等於26 那麽要求AD跟DE的長度 好 那我們來看這道題目 首先我想要問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DE到底是不是兩腰終點 我可以確定這邊是終點 但是這邊是終點嗎 題目沒有告訴我們 但是題目告訴我們一個很有趣的條件 就是這個角這個角 這個條件代表什麽意思呢 代表這個DE會跟BC平行 為什麽 因為同位角相等 所以它就平行 那如果它跟它平行 而且它又通過這個終點的話 那麽過來它事實上 這個也會是終點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是因為E是終點 然後再來DE又平行BC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 它穿過來的這個點 DE它也是AB的終點 因為通過一邊終點 且平行另外一邊 它會是穿過第三邊的終點 所以這個DE也會是終點 那既然D是終點的話 題目要求這個AD 就是整個的一半了 因為它是終點 所以我就知道線段AB 會等於1 2分之1的AB 那AB題目告訴我們是10 所以算出來它就是5 我們就知道AD是5 接著題目要求D1 那D1它就變成兩要終點連線了 它就會是平行第三邊 且等於第三邊變成一半 所以我知道D1 就會等於1 2分之1倍的BC 那BC是多少 題目沒有跟我們講 但是我們可以用B4定理來算 它就會等於根號26的平方 減10的平方 26的平方 我們算算看 26乘以26 6636近361215 2612近1245 所以它是676 等於根號676-100 減下來就是根號576 那576怎麼開呢 我們因素分解看看 2 224 2816 2816 再用2 144 再用2 72 再用2 36 再用2 18 再用2 9 然後 33 所以它是1234 4 5 6 2的6次方 乘以3的平方 那集滿2個換出去 所以它可以換出去 有6個2 集滿2個換出去 就可以換3個2出來 那有2個3 所以換一個3出去 那2的3次方是8 所以8 324 我說要開出來 就會等於24 因此 BC是24 所以這就是1 2分之1 乘以24 算出來就是12 這一道題目 我們就做 那這一道題目乍看之下 不難 但是你觀念要很清楚 就是 通過一邊的終點 且平行另外一邊的直線 要穿過第三邊的直線 你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那這個題目就很好做了